預備,來吧 玩具TV第十九季第五集 終於拍到這件東西了 我相信有玩的朋友或想入手的朋友 應該都做了不少的資料 究竟這件東西是否真的值得這個價錢 還是應該用這個原價六千多日圓入手呢 總之現在的價錢不是正常 你問我吧 但又不是雙方那麼草 對,還未草 看看盒子 初初以為是黑麵迪家 可以光亮一點 誰不知是正常 當然,他推出這個 接下來的Power Type和Sky Type 甚至黑色巨人 我相信絕對有機會在耳朵 或者在這個雲閒上看到 是 這次反而有些… 叫莊王上 咦? 公事 公事 好,Ricky,麻煩你 好 開一開個黑體 先看看裡面 我們不說 看看莊王 剛才德哥說的就是 哇,有一本小書 之前呢 因為你知道 好像我們都玩過很多次 那些節目不超人 好像是否沒有這本小書 有些也會有 但… 不知道一開始是否沒有 咦,看看這是甚麼 誰的簽名 哇,拳騰進庫 對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這本小書也挺精美的 其實這次的真骨丁 因為他特別強調 是找真人來scan 然後拆關子 這次這個 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找回當年的皮套演員 去拍照 那邊那個 就是拍照所有的姿勢 然後用來做一刻 剛才的拳騰進庫就是他了 那個簽名就是他做的 是的 OK 好,那我們繼續 還有一個 菜單 就這樣了 然後 盒子裡面有些甚麼呢 先打開看看 後面 是否是底 是底了 咦,有甚麼 有死光 有死光 還有胸口燈 還有一個胸口燈 這個 死光 過往要靠補件才有 這次真骨就給你了 省下百多元 對,可能還算下去了 對,還算下去了 好,那我們再說一下這東西 來吧 阿滴 阿滴 只講迫假 唯有 因為阿滴都不可以 故事就交給他 對 好像很多師兄 有夠病 這次的QC很一般 但如果我只想看這隻 那個上色 如果你的硬計 好像是 如果比起平時的SHF 珍骨 因為可能我們 玩開門面超人 這個鹹蛋超人的珍骨 都是第一次接觸 我就覺得好像 顏色上面 好像真的沒有那麼堂黃 你覺得嗎 我不會說 它那些銀色 金色 好像是不是 是否差了少少呢 它比較牙一點 是嗎 而摸上去 它最特別的地方 它由GREG開始 它的珍骨 開始玩包膠軟膠的東西 今次迪假包膠的地方 是在 胸口這一部分 和整條腰都是軟膠 嘩 當然 玩開玩具就知道 這些包膠軟膠最大的問題 就是會出油 或者會爆 有些師兄說 開了盒就不要放進去 因為 正常來說 應該是 放進出來 會比你穩固 放進盒裡 因為香港的濕度 挺強的 好了 那 說時遲那時快 某位人士 就歸為了 看到這麼強橫的手毛 就知道誰 進來 好 繼續 其實剛才說了 本身的QC 究竟是否這麼大問題 我看到 其實 要留意的地方 托賴 我這隻QC 是非常好的 我用非常好力 在我口裡 挺難聽到這些說話 本身這些銀色 有沒有花 特別是臉 大家要留意 第二 第二 我看見很多朋友的 格拉底 是出事出得很厲害 有毛 有格拉底毛 其實是一點點 一塊塊 哦 第三 本身身體每一個細節 會不會有一塊二塊膠黏在這裏 當然 其他問題 我暫時見朋友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些地方 花 一塊二塊 和這個 有格拉底毛 等等 等等等等 如果只看我這隻 似乎就沒有這個問題 不過另外 如果大家 剛才其實阿滴都說得很好的 你就著 這件東西 雖然是SHF 是真骨丟 你都 不如當它12寸 為什麼呢 所有這些主體位置 是軟膠製 你如果鬱得太久 特別是這個下腹位 是會很大機會有狠的 但其實德哥 你覺得你玩完了 你會 我正是正式說 他是這樣的情願 還是用膠會好些呢 你覺得軟膠還是膠好呢 你這件事 你問我 其實我覺得是Bandau 某程度上的試作品 試作品簡單來說 就是 找這件東西 來開發一些新的技術 新技術 它是做得出來的 整件東西 你問我漂亮不漂亮 新型是很漂亮的 我覺得是非常漂亮的 新型是很漂亮的 不過 你這些膠 如果是香港 你可以擺放多久 可以出油 這是我的問題 第二 這是更難避免的 就是你最理想 你現在玩SHF 為什麼我還要玩完之後 C站 其實是很慘痛的一件事 為什麼要C站 所有都是軟膠 你如果 你特別是腰 胸 保持這些位置 你一摺著 你放心 你很癌 我自己 你問我 也是那句 她的問題 是不是這麼大 我覺得 真的要時間引證 剛才說的 是我的 擔心的事情 我不敢說 將來 其實會不會 沒有時間 我不知道 只是時間引證 但是 如果有不幸的師兄 就會有這樣的下場 什麼來講 Bad Ampens 這些就是不幸的師兄 你真的很幸運 我整個東西都漂亮 我真的漂亮 當然 真的要玩一些可動性 真骨丟來說 你也不用擔心 但是她 因為這隻是第一隻的鹹蛋超人 她和蒙超人 給她的關節 可動度 你覺得 是否一樣 其實 就沒有什麼大分別 都是那句 她整個 最主要的身 都是PVC的軟膠 變了 你 譬如說 肩膀移動 她不會對她 造成什麼阻礙 噢 塞了下去 都不會塞的 她可以隨著她 等著她 升高 有一個橫軸 變了可以左右移動 另外 最特別的地方 是連手肘 這個位置 都有微亮的橫軸 當然 最主要是用來 拆手出來 讓她做這個 死光的手勢 手型來說 她也很豐富 我怕電 有點手震 我想差不多一搭 2 4 6 8 10 11 差不多一搭 連著這個 紅色的胸口燈 加上這個 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做 手型的死光部件 齊了 繼續動 再動 你看到腰 嘩 你放心 我玩換句很凶狠 很凶狠 這個就極限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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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得了 向前 她也沒有穿崩 咬到這麼前也沒有穿崩 這個我不知道算不算 不過其實也有一句 可以接受的 可以了 我斷了拉鏈 對 拉鏈拉到這裡便沒有了 正常 對 但外形體型來說 喂 立刻斷了 燈 對 沒錯 被你咬到也亮了 紅燈 另外分享一下網民 有一些設定位 就是這個關節部分 你看到她拆開了 發現她的跳齒 關節 那個齒輪是有機會會裂的 嘩 這樣也被她發神 大家小心點玩 這樣也被我研究了 這個插頭 你拔到這裡便可以了 是可以拔的 沒有說不可以 是夾粗粒 對 會爛的 不要了 所以大家要夾手一會 溫柔一點 對 我不是很聞到齒輪有什麼用 因為它是軟膠 它用來定住 這個位置不會回得 哦 OK 再溫馨提示大家 就是扭完 麻煩大家回到原位 才展示 就最穩陣了 對 腳 都是 其實玩真骨 或者SHF 都不用太擔心這個可動性 有觀眾質問 可不可以蹲下做煲煙的動作 立刻示範 為什麼要滴煙呢 要給它煙 先給它煙 哇 為什麼要超人做這個動作呢 是這樣的嗎 可能是想營造一個 鵝屎還可以 鵝屎 但其實在可玩度 或者是 這個 勞損上高的平衡 你會選擇哪種呢 我是 絕對不喜歡 勞損度高的玩具 OK 多一個 你蹲完 記住也是那一句 麻煩 麻煩 蹲還可以 其實大家擔心的東西 不是手 不是腳 是身 重點是身 將來會否出油 這些腦袋就在身上 我另外一件事擔心的是 這些位置會否一脫油 連色也會脫掉 現在好像有一點點 現在也有一點點脫掉 內疚性是怎樣 始終軟膠印上去也比較窄 會很容易脫掉 對 對 對 我們不如最後做個招式 對 好 怎麼拆 整個手蚊應該要 簡單 不要緊 最多最後都會變成光 哈哈哈哈 多有趣 在這個位置 還有一些左右可以微微地動的關係 現在那些真骨是有這個 是 變成一把姿勢就很自然 對 我這隻手 這個 這隻手 但你的玻璃要拆出來 不用 不用 不用嗎 對 這個是有玻璃嗎 不用玩 今天價錢有沒有回落 我想問一下 好問題 沒有怎樣留意 好像都要八字中 對 八字中至八字尾 哇 老老豆豆 這隻手是漂亮的 但老實說 我覺得是值6000日圓 因為它一開始訂購的時候 都要求近七字 其實已經比起6000日圓 有一段很遠的距離 都跳了 但現在一出了 那就再高一點點 始終你迪家 平成三大 拉打 不是 平成三大咸蛋 你迪家是最受歡迎的 而且它是第一隻咸蛋的真骨 我想也餓了咸蛋迷很久 是 那就可以拍一點 close-up 800元 對 800元起跳 跟著效果給你 1996年開始 我還沒記得 1996年首播的 日本 到今時今日 那個 受歡迎程度都這麼高 你和連新那套 這個trigger 都是 擺明是向它致敬的 可想而知 本身迪家的 受歡迎程度 是 高到去什麼地告 其實你可以狠一點 因為它與你遠跤 是摺在你身後的 這次不是我的 所以你可以再聽說 哈哈 哈哈 都很自然 都很自然 你問我 很簡單地說 基於我這隻QC是不錯 所以我又沒有特別的 一些悲傷感 玩的時候 感覺特別是擺姿勢 得心應手 質感也好 當然 真的要留意的地方 當然 看看你賽數好不好 QC的 真是發發聲 完全明白 對 玩的時候 記著 不要擺放入盒 特別是你香港的 如果你是說住外國的 OK 因為你的程度乾爽 差很遠 否則 出事的一定是新鮮 第一出油 第二脫色 爆都會 不過我又覺得 會再遲一步 對 大致上 就這樣 祝大家好運 今集又玩一次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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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也有點口渴 我也非常口渴 好